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房子 因为完美的房子 它的价格也不一定完美 你好 我是Michael 欢迎收看房市之多少第48集 距离上一次的拍摄 这一次再跟大家update一下 我们的 Lim Jong-Yu Item Express的进展 去到怎样子 Let's go since 我们现在在宾威益桥 也跟大家update一下 在宾威益桥的旁边 都有这些柱子柱子 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听到人家说 要拿来见过海 跨海的LRT 其实不是吼 这一个是从北海 跟Beneng Island 疏通电流的一个connection 那因为Beneng Island大量的发展 所以那个电 也开始越来越不够用了 就好像我们以前玩Sim City也好 我们build那些自己township的 你就会发现 你build到一半 你有电了 整个城市就不能运作 然后你就要开始启发电厂 或者是connect那些电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一个是 槟城跟北海一个新的connection 看着报导来讲的话 这个connection是会从 靠近The Zen那一个side 直接通到码头去 所以你看到中间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是 要经过这一条桥的 就是要过对面的 然后这一个也是会晚上 会有亮灯 也会成为槟城的 算是另外一个美景之一 但是至于做出来是怎样子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是有200千W的电 会pass过去Beneng Island 影片来开头 这一次我们的ballet来看 我们先从Lim Jong-Yu这个side开始 你可以看到现在Lim Jong-Yu的side 也就是最后一个sector 那个flyover已经做好了 然后你看到E gate的那条路 它中间的那个flyover 它的那个balling已经做好了 所以等着Join过去Guru God的那一个side而已 然后在我的左手边其实就是 The Light到时候非常出名的一个mall 也是我本身对于槟城 接下去要好的mall 非常看好的其中一个 我有听过几个朋友以及customer 都有住在The Light的跟我 诉苦过 他一出去就是要U-turn 回家就是要U-turn so现在有了这个highway 有了这个express过后 我相信能够让他们带了不少的方便 然后再加上这个旁边的mall 以后他们吃住 要买东西也是会更加的方便 OK 现在我就是在The Light的正对面 老实说这条路我是第一次走 我们可以看到The Light那边借过来到时候 这边他们已经在做着groundwork 做着pulling so in the future 这边相信也会是一个flyover的模式啦 现在我们在Guru God的main road 大家很熟悉的一条路 现在这边一路往常 大家开手的会比较快的 接下去这里又再会是一个connect 如意外也应该是一个flyover吧 你看那个side OK 我们邮登回来了 看到他现在的整个过程 身为槟城人的我啦 看到这样子的construction consider as 算是很大的一个project 因为你看他们的进展是 每一个sector都有在动工的 不是一边坐然后另外一边停这样子 这边到时候的路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大条的哦 为什么这边的路会比较大条 需要做一些contribution呢 主要大家都知道 idea residency啊 Venice啊 这些so called 比较high density的project 都是在这一个area 所以如果这条路没有扩展的话 千多 两千多三千多间的物质 就会 呃 那个路就非常的复杂啦 现在我在Buggy Gambier 那个joint cross的部分 这个是idea residency OK 就这里整条 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已经claim了起来 非常的高 And 这里section 4 接下去等下的3跟2 现在都在做着hacking啊 soy retention啊 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这三个sector是最难 最考功夫 以及最耗时间的地方 因为都是山 如果你看回上一集的话 我们在这一个阶段的时候 是有拍到类似 derowong山洞这样的东西的 可是刚我们飞的时候咧 已经看不到那个derowong了 所以我刚才稍微有check了一下updates 这边在去年的6月 我们的CM 有去在Binnett Property Talk 这边有做了一个article 就是说 原有的三个tunnel 会变成两个tunnel 因为它的distance太靠近了 可能也是setting issue 也maybe是cost issue啦 we don't know about that 因为它这边是没有讲到的 但是可以看到的 如果没有意外 被拿掉的那个tunnel 应该就是gambit sain 这里第一个 ok 因为它已经是完全看不到去了 我在等着我的pilot phedron view的时候 现在我其实在kingfisher附近 如果大家知道 greenland非常出名的 其中一个condo ok 这边其实也是在做着它的工程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以在山上的project 它最难搞的地方就是 地底下的东西 还要挖土 要知道地底下是有什么 要打 要爆石 这些 so你看到现在的lolly 全部都是在排着堆 在这在这那些石头啊 沙子 一辆一辆的慢慢下来 所以这个工程它不能快 它要按部就板慢慢的做 要不然就会很麻烦 像在这样狭窄的路 要这么多辆的卡车 单单上跟下 你看它们就要排队 一辆一辆的上 一辆一辆的下 所以这边其实是非常吃实践的 我也知道蛮多人在埋怨着 哇 一个工程要做几年几年 但是 当你了解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知道 有很多事是不可以急的 现在我们在的地方是 all season 的那一个part 也就是算 section 1 跟section 2 的之间 这边到时候 all season 的后面 就会是整个express 的其中一个part and 这里过去就是会过一个curve 到刚才那个kingfisher 的site 因为我本身也是算是半个farlene item人 每天过这条路的时候 或者是在一些group 有听到的 facebook group啊 farlene group那样子 就是有complaint about 做了这个express 过后 每天堵车 上班下班都堵车 看完啦 如果我们今天整天都在讲 这边的traffic 是很jam 政府不动工 那我们应该complain啦 政府都动工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他们一起 去进行 一起去配合咧 毕竟发展是需要时间的嘛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阶段 其实做得蛮快的 现在它的fly over 的balling 已经做好了 整个base 做好了 是等着要join 就是那一个路上去而已 从 sunshine farming 那边 是其中一个starting point 然后 from 这一条 就是so call 大家知道farlene mcdonald 那边开始 也是另外一个starting point 到时候是两个分岔路 所以这边 现在的路都不能转右转左 全部都是封死啦 因为他们要做pauling 然后在这边做另外一集的总结 我看到了过后 觉得整个的过程 其实是 算得上是顺利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整个工程已经去到了42% and then 会在2025年正式的训工 也就是可以让大家使用啦 所以这整个express 其实是5.7km 如果以前我们要在farlene 要去到limzhongyu 大概要差不多半小时左右 但当这里的路好过后 它会缩短在10分钟以内 所以会大大减少所有车流量的时间 第二个我感受到的这个express 它会打通item 跟这个geloton 或者是limzhongyu的一个connect 那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其实是sunshinefarlene 你可以看到sunshinefarlene 其实也是有一个项目 他们也即将会有一个mall 所以路头有sunshine 路微端有the light 这个亚运好像很不错这样 所以两边都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connect 他们各自的development 各自的需求 各自的infra 都会互相的进步 OK 因为外面真的是太晒了 我被通了 今天的update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以及帮我share出去 我们下一集再见 Bye